第221章,残酷的修真戒,弱者的悲哀。张扬有心加入一个僵尸势力,但是,却并不着急。如果没有合适的话,他宁可独行。而所谓的合适的,依照张扬的标准来说,就是首先不能耗费太多时间,其次自己的资源要自己掌握,然后,如果自己缺少什么资源的话,可以让门下弟子去帮忙寻觅。 当然,如果门派发生什么危机的时候,张扬是不介意出手帮忙的。张扬总结,克卿的身份,对于自己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心中琢磨着,转眼之间就到了交流会。归云交流会,这次的地级交流会,论等级和规模来看,都是极大的,会场规模自然豪华。 远远看去,一座椭圆形的花岗石建筑,美轮美奂。 验证了身份令牌之后,进入会场,只见巨大的大厅,中间是圆形的平台,直径足有数百丈的样子。 周围一圈环绕的,是四层高的看台。 最底下一层看台是散座,足足能够容纳数千人的样子。 上面三层,则是雅间。雅间的数量也有数百个之多。 张扬进入的时候,会场已经落座大半,熙熙攘攘的人群,极为热闹的样子。 如此大规模的交流会,参加人数足有数千之多,数千名金单以上的修士,想想就让人心潮澎湃。 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有这么多地需求,只要你拿出东西来,几乎就不愁找不到买家。 这,就是地级交流会的魅力。 除了参加交流会的修士以外,数量更多的是服务人员。 张扬刚刚入门,就有一名娇艳的女修迎了上来。 这名女修也有练起七级的修为,放在凡人中,也是仙姑一样的人物。 但是,在这个交流会场之中,她却是最底层的侍女。 这位前辈,我们四楼现在还有七十多个雅坚,请问前辈是否需要? 女修带着一脸微笑,吐气如蓝,仿若微风拂面一般,首先给人好感。 雅坚有什么好处? 张扬不打反问道。 回前辈,如果您订购雅坚的话,凡是您拍下的东西,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给您送到雅坚之中。 而楼下散座的客人,则是必须得等到交流会整个结束以后,才能拿到他的东西。 当然,这一点只限于我们归云楼拍卖的东西。 如果是诸位前辈之间的交流的话,不论是雅坚客人,还是散座客人,都能在第一时间拿到自己的东西。 更重要的一点,雅坚有隔离神时的法阵,即使是元英七前辈,也看不透这种阁足,能够更好地保护您的隐私。 女修伟为解释道。 张扬点点头,简单突出两个字,雅坚。 那名女修立刻笑得更加灿烂了。 显然,每名女修推销出去雅坚,都是有一定的提成的。 张扬跟着这名女修过去,交付了一笔对于普通修士来说数目不菲,在张扬看来不值一提的零食,然后,在那名女修的带领下,向着楼上走去。 楼梯宽敞无比周围并不是幻境,而是栽种的各种珍贵灵草,全都是清新爽神类的。 走在张扬前面的,是一头猪腰,猥琐的模样,一只大手从一开始就放在陪伴侍女的圆臀上,不断地摸索着。 那名侍女脸上却得做出一副笑容的模样,有意硬喝着。 不过,张扬却是在不经意间,能够看到她厌恶的神色一闪而逝。 对于这一幕,张扬自然是视而不见。 张扬的房间号,是4026,那名恋气妻女修则是负责全程陪伴,恭敬地站在旁边。 根据其自曝姓名,叫做兰兰。 显然,这是一个类似一名的存在,可悲的女修,在这里连使用自己名字的权利都没有。 张扬知道,如果自己愿意的话,随时可以将这名容貌不错的女修推导。 对于这一点,这名女修一进来的时候就做过暗示。 不过,对于这种人仅可欺的女子,张扬显然没有什么兴趣。 懒懒却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欣慰,反倒有些失落的样子。 这就是弱者的悲哀。 不光是在这个修真世界,在那儿都是一样的。 身为弱者,就只能任人蹂躏。 对于这名女修兰兰来说,如果她选择在凡人世界生活的话,就能够身居高位,成为人人敬仰的对象。 但是,在凡人世界中,她就不可能得到修炼所需要的零食丹药等各项资源。 而在修真界中,她虽然是妓女一样的存在,却是能够得到修炼资源。 张扬是知道的,在归云楼的交流会中工作,一次就能换来不少零食。 只有出卖自己,才能够有晋级的机会。 张扬叹一口气,伸手抛过去两枚丹药。 这种丹药,对于练乞期修士来说,只要扶持一颗,就有很大的几率直接进一级,扶持两颗,进级的机会能够达到八成以上。 懒懒在交流会工作,实力虽然不高,见识自然非凡,只是稍微一看,立刻大喜。 对待张扬的态度,就更加殷勤了。 没过多长时间,整个交流会场就已经坐满了。 一名原因期的老者迈步走了上来,先是向着四面拱拱手,然后开口说道。 诸位道友,在下铁秋辞,舔为此次交流会的主持,还望诸位道友给个面子,在交流会期间,不要发生什么冲突。 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任何扰乱会场秩序的人,都将被视为我归云商行和北明司空岛的敌人,并将受到我两家的联合打击。 老者铁秋辞说到这儿,阴沉的目光向着周围扫尸一番,在场诸人心中都是一领。 不管是归云商行,还是北明司空岛,都是修真界数一数二的大势力,这两家联合起来,能够与其抗衡的存在还真不多。 似乎对这个效果极为满意,铁秋辞面上颜色缓和了几分,接着开口说道。 按照我归云楼低级交流会的流程,今天首先进行的,是我归云楼的拍卖会。 我归云楼总共将拿出49件物品进行拍卖。 拍卖会结束之后,是诸位道友之间的交流会。 诸位道友时间宝贵,老夫也就不多做耽误了,下面,拍卖会正式开始。 随着老者的话音,一名女修款步走上前来,腰肢清白,连部款仪,娇俏无比。 我们归云楼拍卖的第一件物品,就是这名女修。 这是一名拥有两成九尾狐足血统的女修,虽然现在只有只有练起起九级的修为,但是,进阶潜力却是着实不小。 而且,其精通换镜之术,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侍女。 哪位道友有兴趣的,可以参与竞价? 这名女修的低价是五万零食,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千零食。 零食之间的换算关系,下品零食、中品零食、上品零食之间的换算,都是以一百为单位的。 也就是说,一枚上品零食,相当于一百中品零食,相当于一万下品零食。 而一般情况下,人们在交易的时候,如果不刻意强调零食品质的话,都是指下品零食。 一般情况下,一把品质普通的下品法器,差不多价值一万零食左右。 一名炼七七九级的女修,底价五万零食,标价已经非常高了。 只是,这名女修竟然有九尾糊足的血统,自当另说。 果然,很快有人喊道,六万零食,我要了。 话音刚落,已经有另外一个人喊道,七万零食,我要。 八万零食,八万五千零食,八万六千零食,九万零食。 几个声音相互抬价,不一会儿时间,价格就被抬到九万零食。 显然这个价格,已经非常接近这名女修的真实价位了。 喊过之后,竟然没有人再次竞价。 这位道友,已经喊价九万零食,有没有人继续竞价? 铁秋辞朗声问道。 请问铁前辈,这名女修是半腰之体,可否能够变身为狐身进行战斗? 有人反问一句。不行。 因为,她只有两成狐足血脉,从生下来就是人类之身,恐怕不能变身狐身。 铁秋辞倒是没有隐瞒。 她这一句话,很多人都露出失望的神色。 显然,对于他们来说,是否能够变身狐身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能够变身的半腰,战斗力才是最强大的。 铁秋辞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接着解释道。 虽然现在不能进行变身,但是,也不是意味着以后永远不能进行变身。 如果哪位道友将其买回家后,使用金髓丸为其洗精发髓一番,激发其妖族血脉,说不定就能够变身也是有可能的。 一颗金髓丸的价值恐怕就要在这伴妖女之上了,如此的话,在下就放弃竞价了。 那位问话的显然认为不值,说一声,就坐了下去,再也不喊价了。 最后,那名含有狐族血脉的女修被以九万零十的价格卖了出去。 当被拉下去的时候,那名女修的眼神中含着深深的悲哀。 修真修到最后,竟然被沦为货物,其情其景,可想而知。 当然,此时现场一片火热,能够注意到这份悲哀的自然是少之又少。 张扬叹一口气,伸手一抹,托起一尊一尺高的小塔。 神石一动,对着塔中传音道。 夜道友,现在本尊正在参加龟云楼的地级交流会,不知道道友有没有兴趣呢? 第二百二十二章,血鹰十岁。 哦!塔中立刻传出一个略带兴奋的声音,龟云楼的地级交流会。 道友真是好手段啊! 小老儿上次参加这种级别的交流会,还是在百年以前了,这次能看看,自然是好的。 说不得能够碰上炼制风火雷云震旗所欠缺的那些材料,也是说不定的。 张扬微微一笑,看来这夜尘是认定了自己会放他出来了。 当然,这样也不错。 摸摸其性子是一方面,给其希望是另一方面。 只有让其满怀着希望,情绪大起大落,才更容易向自己屈服。 那就有劳道友了。 以道友的眼光,总是胜过在下的。 在下自认为还算有些身家,如果道友看中什么东西,尽管开口。 嘿嘿,要说别的不行,但是论起这看材料的眼光来,老夫自认第二,天下没人敢说他是第一。 夜尘很自信地说道。 哦? 是吗? 要不,回头再让道友帮忙,好好鉴定一下那块神秘灰帖。 张扬笑咪咪的一句话,夜尘立刻掩齐息鼓了。 没有认出那枚神秘灰帖,一直被夜尘看作是耻辱。 张扬伸手在小塔上一抹,立刻小塔的一个方格仿佛变成透明的一般,一个数寸高的小猿鹰站在里面,目光炯炯地向外看着,不管是视觉还是听觉,都是毫无影响的样子。 甚至就连神石都能够轻松外放,夜尘虽然只剩下了猿鹰之体,但是,神石之强大,却是丝毫不受影响的。 当然,这是从里面向外看,如果从外面向里看的话,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身为巅峰法宝,镇腰塔防品这基本的功能还是有的。 接下来,铁秋辞又拿出了数件物品,虽然看似珍贵,但是,都没能入得了张扬和夜尘两人的眼。 夜尘也说了,要想在龟云楼所拍卖的东西中简陋,可能性机会为零。 首先,龟云楼几乎不拍卖他们拿不准的东西。 而且,龟云楼有着庞大的鉴定队伍,在修珍大陆绝大部分人族城市都开设有分店,对市场上物品的价格极为了解。 他们拍卖的东西,绝对不会自己吃亏。 当然,这并不是说买的人会吃亏。 因为东西各有所需,也许一名修士正要需要一种矿石,或者正好需要一株灵草,在拍卖会上花费稍微高些的价钱拿下,对于他来说也是值得的。 不得不说,龟云楼的气魄,真是非同一般,所拿出来的东西,有好几样张扬,都有些心动了。 如果不是他有相关类型的替代物的话,恐怕自己都忍不住要出手拿下了。 当龟云楼拍卖最后一件压轴物品的时候,终于掀起了一次小高潮,一枚八级妖兽的卵。 虽然只是一枚卵,但是,只要成年后即可达到八级妖兽,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令人心动不已了。 而且,这还是一种比较强大的妖兽,巨龙像。 从理论上来讲,八级妖兽跟人类原英修士是同一个级别的。 但是,靠着强悍的体魄,一般人类修士都不是同阶妖兽的对手。 而巨龙像体型庞大,兽元久远,实在是看守山门的最佳灵兽。 这枚兽卵掀起了一个禁购的狂潮,最终被一个中等门派的掌门人以两亿零食的价格竞走。 这还仅仅是一枚兽卵,以后从付出到长大,还要花费很大的心血培养。 拍卖会进行的时间并不短,不过,在场的众人都是修真者,绝大部分都有金单以上修为,自然是不需要休息的。 感谢诸位道友的支持,我们归云楼的拍卖会终于圆满结束。 现在,众位之间的交流会开始。 下面,请诸位道友按照我们事先定好的顺序上台交流物品。 随着铁秋辞的声音,一名金单修士率先走了上去,拿出的是一件中阶法宝,要求交换一枚有助于自己突破的丹药,外加一些零食。 因为是第一个上台,大家手中都有货,交易很容易达成,那名修士乐滋滋地下去了。 然后,一名名修士上台。 有数千名修士在场,需求何其庞大,几乎拿出手的东西,都能够交易成功,很少有空手而回的,这让在场的人都是兴奋无比。 归云楼地级交流会,就是这么彪悍。 期间,张扬出手一次,竟驾压过一名鬼修一头,从一名金单巅峰修士手中拿下了一片万鬼魔云。 这片万鬼魔云里面,总共有十万生魂,比张扬上次得到的那片还要强大了十倍的样子。 有了这片万鬼魔云,万腰帆的威力又将增强数倍,在对战原因修士的时候,也将能够发挥不小的作用。 当张扬将这片万鬼魔云拿走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名鬼修摄像雅间记恨的眼神。 张扬只是轻轻一笑,并不太放在心上。 如果对方不出手还则罢了,如果对方胆敢对自己动手的话,张扬是不介意将其灭杀掉的。 交流会还在继续。 当一名修士手拿着一块黑色石头走上平台的时候,张扬的心突然一紧,镇腰塔中,夜晨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血鹰石髓!竟然是血鹰石髓! 随着这个声音,张扬最后一点疑惑也进出了,心中立刻变得火热起来。 就在这名修士刚刚上台的时候,他神识探查之下,就猜测这块黑色石头可能是血鹰石髓,听到夜晨的声音,自然是更加清楚地确认。 血鹰石髓,看似寻常的石块,但其中血脉四部,宛如生物,是炼制身外化身躯体的最佳之物。 如果能够加入这么一块血鹰石髓的话,所炼制的身外化身实力必然暴涨。 张扬现在还没有考虑修炼身外化身,但是,他曾经在天赋遗迹中答应过替老鬼扶仓炼制躯体,而且,是签订了灵魂契约的,必须炼制化身七水平的躯体。 要炼制化身七水平的躯体,除了要有化身修士的尸体以外,这血鹰石髓也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而且,这血鹰石髓,可说是可遇不可求,现在凑巧碰上了,以后两千年内能不能遇上可不一定。 所以,张扬立刻打定主意,一定要将其拿到手。 只见那名修士举起自己手中的石头介绍道。 血鹰石髓,虽然品质一般,但是盛在体积较大,希望交换一件低阶法宝,外加一些零食。 如果有意的,请提出竞价,价高者得。 张扬的眼睛突然瞪大,叶晨的声音也已经响起。 蠢货!这家伙真是个蠢货! 这么大的一块血鹰石髓,竟然当成了血凝石髓,简直是愚蠢之极。 血鹰石髓和血凝石髓虽然只有一字之擦,但是,两者之间的效力却是天差地别。 前者乃是天然形成的,据说从混沌开辟时就存在,而且又吸收日月之精华,不知道多么的珍贵。 后者虽说也非常的珍贵,却只是远古时期,强大妖兽的血液凝结而成的,跟血鹰石髓比起来,简直不可容日而语。 可惜,这里是归云楼的地级交流会,除了我们以外,恐怕会有其他人看出来的,我们想简陋,机会不大。 嗯!无论如何,一定将其拿下就是了。 想来这地级交流会中,是不会出现化身老怪的。 只要没有他们就好办。 在下自认为还算有些身家,豆腐也不见得会输给谁。 张扬双手握成拳,不禁有些紧张。 能够用到这血鹰石髓的,一般都是大能中的大能。 想想吧,这是用来祭练身外化身的。 身外化身,都是有大神通的原因以上修饰才会祭练的。 据说,在远古时期祭练身外化身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现在的修真戒,因为资源的匮乏,能够正常晋级就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了。 修炼身外化身的话,原因一分为二,会极大的影响修为,一个不慎之下,甚至会境界跌落也是说不定的。 因而,现在的原因修饰,已经很少有祭练身外化身的了。 大多都是化身修饰,因为原因比较庞大,而且掌握的灵活,祭练身外化身就没了这么多顾忌。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跟浮仓或者叶尘的情况一样,那些失去了肉体的原因修饰,也会基于这血英十髓,用来祭练一副自己合用的肉体。 不管怎样,只要看到这血英十髓的价值,并且参加竞争的,就不会是金丹七或者以下的修饰,并且一定会全力以赴。 那名修饰介绍完之后,整个会场竟然出现一时的寂静。 这血英十髓,不像法宝等大众的东西,它的珍贵,是相对而言的。 对于那些低阶修饰来说,这东西,确实没有什么用处,因此,也就没人喊价。 那名修饰脸上,也不由露出一丝尴尬。 到目前为止,那么多上来交流的人,像他这样冷场的,却是第一次。 在下这血凝食髓如此大体积,用处绝对不小的。 如果哪位前辈愿意交换的话,在下可以不要零食,只要一键低阶法宝就行。 或许是有些信心不足,这位的要求竟然降低了。 而且,推销的对象也改为了前辈,显然,他对这块石头的价值是比较清楚的。 又是一阵令人难受的沉寂,当这名修饰太一口气,露出失望的表情,正要离开的时候,只听一个声音喊道。 一键低阶法宝,本尊要了。 第223章,巧出手拿下。 张扬心中咯噔一下,看来,终究是有人出手了。 只是不知道他是将这块黑石当成了血凝石碎,还是知道这是血鹰石碎。 答案很快就浮出水面了。 一键低阶法宝,外加一千零食。 另一个声音紧跟着说道。 一键低阶法宝,外加五千零食。 第三个声音几乎丝毫没有犹豫。 那名修士原本已经绝望了,没想到,转眼之间,刚刚还没人理会, 脱不了手的东西竟然成了宝贝疙瘩,他心中的惊喜可想而知。 一键低阶法宝,外加一万零食。 第四个声音跟进。 这四个声音都是从楼上雅间之中传出的。 一键中阶法宝。 报价的是第二个声音。 他这一开口,立刻将价钱抬高了一大截,现场出现了一阵沉默。 一键中阶法宝。 这块血凝食随体积虽然大了些,可要说一键中阶法宝,却是不值的。 第一个声音嘀咕了一声,并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声音,在场的都是高阶修士。 自然听得清清楚楚,都知道这位存在是要放弃了。 一键中阶法宝,外加一万零食。 一键中阶法宝,外加十万零食。 一键高阶法宝,外加一千万零食。 剩下的三个人接连报价,价格节节攀升。 一时间,会场中开始出现一阵阵嗡嗡的低声议论声。 一块血凝食髓,怎么会把价钱顶到这么高? 诚如刚才那位道友所说,这块血凝食髓虽然大了些,可顶多价值一键低阶法宝,外加一些零食罢了。 除非特别需要的人,拿一键中阶法宝来换也是顶了天了。 可是,这几位道友都愿意出大价钱,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难道说,这东西不是血凝食髓? 嘶,这么一说,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诸位道友在神识探查一下,你看这块黑色石头,中间那些血丝是多么的纯粹,脉络规律,根本就不是血凝食髓该有的。 难不成,这是血凝食髓? 对,一定是血凝食髓。 哗,整个会场都热闹起来。 能够进入这地级交流会的,自然不会有平凡之辈,一个个都是人精一般。 这时候,大家自然都猜出来,这黑石头可能有这不低的价值了。 否则的话,也不会引得楼上雅间的大人物们这么竞争。 张扬确实知道,刚才报价这三个人虽然也看出了血鹰食髓的不俗, 但是,他们却不是真正的买家,真正的买家还在后头。 果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这黑色石头的价值已经几乎成了公开的了。 即使有分辨不清真假的,可是,大家都这么去抢,也就觉得不会有假了。 这时候要说最高兴的,自然是那名手捧血鹰食髓的家伙。 从既希望换取一件低阶法宝,外加一些零食,到换取失败无人问津, 突然手中的黑石头又成了香波波。 这大起大落的变化,让他的心脏几乎都跳出来了。 这名修士也看出来了,自己手中的这个绝对是宝物,十有八九,就是血鹰食髓了。 自从得到这个宝物之后,他也是做过一些鉴定的,查了不少资料, 只是以为是品项比较好的血鸣食髓,但是,现在有这么多大人物来争抢, 他的身份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名修士庆幸无比,幸亏这是在归云商行的地级交流会上, 否则的话,如果是在私下交易,自己恐怕就将这宝物当作血鸣食髓给出手了。 一件顶接法宝,外加一亿零食。 这时候,突然一个声音开口,将价格提高到了一个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 顶接法宝啊! 周围众修士都是露出现彦的目光, 甚至一些人盯着那名抱着血鹰食髓的修士, 眼中赤裸裸的贪欲毫不掩饰。 后者也是一个机灵, 从刚才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状况。 说到底,他只是一名实力普通的金丹初阶修士而已, 而且还是一名散修。 如果他得到一件低阶法宝,甚至中阶法宝, 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 纪念一番之后,就能成为他的一大壁柱。 可是,如果是一件顶阶法宝的话,就太过珍贵了。 俗话说,有多大能力,就拿多大财富, 就是这个道理,他一名金丹初期的散修, 如果身怀一件顶阶法宝,一件还没有计恋过的顶阶法宝, 以及大批灵石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婴儿怀抱大块黄金, 在大街上行走一般,只会耽误了自己的性命。 从周围郎一样的眼光中,这名修士就能够猜测得到, 一旦自己拿着顶阶法宝和大批灵石从司空岛上走出去, 将会面临怎么样凄惨的后果。 一件顶阶法宝,外加十亿灵石, 又爆出一个更高的价格。 一件顶阶法宝,外加十亿灵石, 无论放到哪里,这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价格了。 即使是原因老怪,富裕些的, 能有一件顶阶法宝作为本命法宝, 就算是不错了,想多余出一件来? 很难。 显然,竞争的两个人已经碰撞出了真火, 开始拼老底了。 而这时候,那名手捧黑色石头的金丹初期修士, 脸上再也没有了任何兴奋, 而是体貌虚悍,浑身哆嗦。 什么顶阶法宝,什么十亿灵石, 这些东西到了他手里不是财富, 是催命符啊。 场内其他修士, 能够看出此窘境的也不在少数, 大厅中除了赞叹之声以外, 又多了一些幸灾乐祸的声音。 张扬眼珠一转, 第一次开口报价。 一件高阶法宝, 外加一千万灵石, 还有二十尊筑机器的机械傀儡, 二十只成年体的铁背蜈蚣。 不会吧? 这些洞气加起来, 都远远不够一件顶阶法宝的价格呀。 刚才人家都已经加价到一件顶阶法宝, 外加十亿灵石了, 怎么能越报越低? 这纯粹是来捣乱的吧? 就是啊! 听起来报的东西挺多的, 还不止一件顶阶法宝。 周围一片议论声, 但是, 紧接着发生的事情, 让大家吃了一大惊。 但见那名修士, 不但没有怒火冲天, 反倒露出惊喜的表情, 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大喊道。 好的! 我同意跟这位道友进行交易。 哗! 疯了吧! 一件顶阶法宝, 外加十亿灵石不要, 却需要这些东西。 是啊! 这家伙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众人不可思议的议论声中, 也有不少人若有所思般闭口不言。 张扬嘴角一阵上扬, 对方的反应, 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刚才, 那名修士明显已经陷入窘境, 手中宝物卖出的价值越高, 他的处境就越危险。 而张扬所爆出的价格看似不高, 却是对对方最有利的。 那名金丹出街的修士, 如果得到张扬的东西以后, 只要花费一些时间, 在司空岛上祭练一番, 那二十尊铸鸡漆的机械傀儡, 和二十只成年体的铁背蜈, 都能够成为他的大壁柱。 这样一来, 别有用心之人如果想动手抢夺的话, 就要面临四十名铸鸡站里, 外加那名金丹出街修士的反击, 而所获得的利益, 却只有一件高阶法宝和一千万灵石, 这付出和回报完全是不成比例的。 只要稍微有些头脑的, 就不会愿意出手。 能够实打实地获得这些东西, 已经远超过那名修士的想象了。 有了这些资源之后, 他只要用心些, 以后前途绝对错不了。 所以说, 正是因为这名修士够聪明, 所以才选择跟张扬达成交易。 在张扬的事宜下, 那名叫做蓝蓝的侍女, 拿着一枚纳物戒上前, 将血英十髓接了过来。 那名金丹初期的修士稍微神识探查, 立刻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哼! 道有倒是好手段! 一个苍老的声音冷哼一声, 明显有些不满的样子。 不过, 张扬自然不会在乎, 反正他也是占足了便宜, 不必跟人争什么口舌之力, 呵呵一笑道。 诸位道有成让了。 看着眼前的血英十髓, 原英叶晨两眼红光直冒, 简直比看到一个裸, 女躺在面前还要兴奋的样子。 哈哈哈哈, 血英十髓! 血英十髓终于到手了! 这可是真正的血英十髓啊! 张扬忍不住翻个白眼, 这血英十髓是僵尸大爷的, 真不知道这老货高兴个什么劲儿, 莫非是! 果然, 叶晨脸上很快露出郑重的神色, 开口道。 这位道友, 小老儿的肉体被毁, 原因在这塔中被祭练了数十年之久, 现在极其虚弱, 要想重新夺赦, 即使夺赦助击修士, 也是难比登天。 如果只是夺赦练其修士甚至凡人, 小老儿又着实不甘心。 所以, 在下有个不情之请, 希望道友能够将这血英十髓, 切割下一小块, 让小老儿练至一副躯体, 如果小老儿能够恢复法力, 必将对道友感激不尽。 说完, 叶晨数寸高的原因目光闪动, 看着张扬, 满是渴望的表情。 张扬文言, 心底笑翻。 不怕你有需求, 就怕你没需求啊。 不过, 脸上却是装作一副极为为难的样子, 眉头拧为了麻花。 这个, 恐怕不行吧。 在下花大价前, 拍下这块血英十髓, 实在是已经有了用处的。 第224章, 空明石, 离岛危机。 这件事情, 回头再说吧。 现在紧要的是看接下来的交流会中, 是不是还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万一再有一块血英十髓, 也是说不定的。 看到叶晨还要开口, 张扬赶紧轻轻一笑, 将话题一语带过, 只留下塔中的叶晨长大了嘴, 却是无法说什么。 那名达成交易的金丹初期修士, 显然失去了继续待下去的兴趣, 拿了张扬给出的那物件之后, 就离开了。 大厅之中, 一些人一番犹豫之后, 最终没有跟出去。 毕竟, 在司空岛上是不允许动手的。 而那名修士显然已经存了在司空岛上计练傀儡和铁背蜈蜈的心思, 一旦祭练成功, 实力大增之下, 再想出手就晚了。 张扬笑笑, 他这项交易也算是对双方都有利了。 很快就又有人上台展示自己的东西, 张扬和叶晨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与此同时, 在二楼的一个雅间中, 一名老者目光阴冷, 朝着身后那名侍女招招手。 后者立刻一脸恭敬的表情, 万腰凑了过去。 去查一下, 买走了血鹰食髓的那个4026号房间中, 到底是何方神圣? 是, 左职市。 那名侍女答应一声, 后退着离开。 短短片刻时间之后, 又款步而来, 恭敬地行礼道。 禀报左职市大人, 4026号房间的客人是一头黑江, 名字叫做张扬。 哦! 僵尸张扬? 原来是他? 嘿! 一头黑江而已, 倒是挺能够搅风搅雨, 在什么地方都能够看到他。 左职市低声说一句, 稍微沉思, 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上一笑。 哼! 既然你不自量力, 既然胆敢跟老夫争抢这血鹰食髓, 那就不要怪老夫心狠手辣了。 张扬自然不知道别人背后的算计, 他正关注着交流会上的物品。 交流会进行的时间不短, 而张扬也是出手数次, 拿下一些平时难得一见的材料和单药等。 在下这空明石, 乃是制造储物手镯的绝好材料。 如此大块的空明石, 如果由一些炼器大师来出手的话, 哪怕制造一个储物空间上千丈的巨大储物空间, 也不是不可能的。 而且, 可以用来制造一些空间类攻击的法器或者是阵法, 一鸣求然修饰, 使用法力, 拖起一块清愣愣的石头, 让那石头悬浮在自己的面前, 口中侃侃而谈。 看来, 我们这次运气不错。 如果能够拿下这空明石的话, 小老儿所炼制的那套风火雷云阵棋最后一点材料也就算是齐全了。 还请道友全力出手。 叶晨看着那空明石, 满脸的兴奋。 道友放心, 本尊自然会尽力出手的。 张扬点点头。 风火雷云阵棋一旦继炼好, 将弥补张扬在阵棋方面的缺陷, 使得他的实力再次激增。 为自己办事, 当然要全力出手了。 在下想用这空明石来交换一件玉雷伞之类杜雷杰适用的防御性法宝。 那名求然修士说道这稍微一顿, 或许是觉得自己的要求太高, 怕达不到, 又补充了一句道。 如果非常适合杜雷杰适用的话, 巅峰法器也行。 玉雷伞, 张扬倒是有。 但是, 他可不想拿出来交换。 杜雷杰所需要的法宝法器, 自然是越多越好的。 修真路上步步艰难, 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雷杰。 张扬虽然法器不少, 但是, 不光他自己要杜雷杰, 还有手下的紫浆血奴, 以及石开来等, 都是要杜雷杰的, 这些属下所需要的法器, 说不得也要着落在他身上。 哎, 当别人的主人也不容易啊。 张扬不由感慨一声。 就在他感慨的时候, 已经有人开口了。 在下有一把琉璃银雷伞, 不知道道友是否满意。 随着话音, 一柄银色伞状法器, 从观众平台上悬浮而去。 求然修士伸手接过, 稍一茶时, 眉头微微皱起道。 这把琉璃银雷伞, 倒是适合杜雷杰使用, 而且也是巅峰法器, 只可惜有了些损毁。 而且, 损毁部位在伞骨之上, 要想修复的话, 恐怕不太容易吧。 嘿嘿, 道友所言极是。 在下曾经用这件法器, 从一名擅长雷电之术的金丹大圆满修士手下逃生, 抵挡了对方十数次全力攻击, 确实造成了一些损伤。 不过, 这损伤也不是太大, 道友只要找一根千年雷幕或者聚焦的脊椎骨来替代, 都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道友有意交换的话, 在下可以另添加一些零食, 具体数目, 不是不可以商量的。 琉璃银雷伞的主人显然对这块空鸣石极为感兴趣的样子。 可惜, 那求然修士却是对这琉璃银雷伞不太满意, 摇摇头推辞道, 一件适用于杜雷杰适用的完整巅峰法器, 这已经是在下的底线了。 紧接着, 又有几名修士提出交换, 都没能符合求然修士的要求。 这时候, 张扬开口道, 在下这里有样东西, 不知道道友是否满意。 说着, 伸手一抹, 桌上出现了一枚玉剪, 点点头, 侍女兰兰立刻恭敬地双手捧着盘子, 拖着这枚玉剪交了过去。 那名求然修士显然有些不知所以, 伸手拿过玉剪之后, 神石探查, 紧紧小半柱箱时间, 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这自然是可以的。 那好。 张扬说着, 神石一动之间, 玉剪中的封印立刻破碎掉, 所有内容都能够畅通无阻地阅读。 这预剪中所记载的, 自然是从上官雄处得来的大鳄结束。 只不过, 张扬将其中最高深的几点删除掉了, 威力比起自己所学的来, 自然施压差得多。 饶氏如此, 也足够证明求然修士兴奋无比了。 而对于张扬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就得到了这块空明石, 自然更是满意。 那名司空岛的左直士, 一直关注着张扬的动静, 见状冷哼一声。 这黑江身家倒是不错。 如果老夫所猜不错的话, 那预剪中所记载的, 十有八九是可以增加杜雷杰成功几率的法术心法。 哼, 只是不知这功法的效果怎么样。 旁边那名侍女文言身体微微一抖。 对于这位左直士, 他也是有着几分了解的, 被他看上的东西, 恐怕那名求然修士要倒霉了。 交流会人数极多, 其中相当一部分修士都要上台展示自己的东西, 一来二去, 竟然进行了十天之久。 在这十天之中, 张扬又收获了不少东西, 感觉极为满意。 最后, 张扬并没有等到交流会结束, 就离开了会场。 这些天来, 虽然没有看到赖天王的身影, 但是他知道, 以对方的性格来说, 是绝对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 回想一下, 当时在北明巨剑上的情景。 北明巨剑在高速运行之中, 如果没有司空导人的同意的话, 即使强大如赖天王, 也是不可能那么轻松登剑的。 所以, 张扬估计, 如果自己通过传送阵 或者乘坐巨剑离开司空岛的话, 恐怕自己的目的地 很快就会被赖天王得知, 甚至对方设定好圈套 等着自己也是有可能的。 与其冒着自投罗网的危险, 倒不如直接离开司空岛, 靠肉体飞顿海面, 返回大陆。 当然, 在离开司空岛的时候, 肯定是瞒不过司空岛人的。 但是, 张扬自认为, 只要离开之后, 金黄羽翼翼翼展, 就是天高任鸟飞了, 即使赖天王得到消息, 也不一定能够追上自己。 张扬这么做, 并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北明海很危险, 海中到处都是水生妖兽。 不过, 张扬在北明巨剑上的时候做过观察, 也算是对妖兽们有个小小的了解。 另外比较有力的一点, 北明海越靠近大陆的地方, 妖兽的实力就越弱。 而从司空岛到大陆之间, 正好是妖兽实力比较弱的区域。 这些, 都让张扬信心大增。 张扬的突然离开, 显然打乱了赖天王的步骤。 当他被左执士, 从三楼的雅间中拽出来的时候, 都有些气急败坏了。 什么? 你是说, 那头黑江现在已经离开了? 是的。 看他离开的方向, 既不是向着传送阵, 也不是向着北明巨剑方向, 如果老夫所猜不错的话, 他很有可能是想要靠着肉体, 飞渡北明海返回大陆。 左执士掌握着大量的信息, 一语道破张扬的用意。 哦? 一头小小黑江, 竟然妄自想要飞渡北明海, 真是不知死活。 不过, 万一他真入了海, 我们恐怕就很难掌握他的行踪了。 赖天王冷哼一声, 语气却是有些担心。 道友不用着急。 我司空岛内部有几个近距离传送阵, 在周围海礁上设定有不少传送点, 只要确定了他离岛的方向之后, 要堵截他, 亦如反掌。 只是, 老夫有一个不情之情。 说到这儿, 左执士语气一顿。 呵呵, 老夫这次能够大仇地报, 全靠道友帮忙。 如果道友有什么事情需要效劳的, 老夫绝不推辞。 赖天王轻声一笑。 好, 如此说, 那老夫就不客气了。 不满道友说, 刚才的交流会上, 老夫本想竟拍下那血鹰石髓和空鸣石的, 没想到, 却是被这头妖孽给抢了先。 第225章, 勾结。 左执士满脸遗憾的表情中, 带着一些愤恨, 赖天王哪里还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立刻一笑说道, 左执士大人请放心, 老夫拿下那头黑浆之后, 只要拿回我儿的镇腰塔防品, 然后再将其抽魂炼破, 为我儿报仇即可。 至于其他东西, 自然都是左执士大人的, 就算是老夫对左执士大人给予方便的谢意。 嗯, 左执士满意地点点头, 刚要说什么, 突然脸色一紧, 那头黑浆动作倒是挺快, 前面弟子来报, 他已经出岛了, 是朝着西南方向走的。 如果这样的话, 老夫送你传送到乌玛礁的传送点, 不管他是不是冲突改变方向, 都能够截住他。 如此就有老左执士大人了。 赖天王也不敢耽误, 抱抱全感谢。 只是, 希望这次赖道有出手, 不要再有什么谬误。 乌玛礁距离本岛虽然较远, 可是, 如果闹得声势太大的话, 给了那几个老家伙什么借口, 让他们趁机发难, 老夫这边也不好交代的。 左执士特意提醒道, 显然, 他在司空岛上地位不低, 仅次于两位岛主之下, 即使两位岛主不插手具体事务, 却也轮不到他赌掌乾坤。 左执士大人放心, 上次只是因为那聂处突然施展卑劣手段, 老夫有些措手不及而已, 这次有了防备, 自然不会载着他的道。 赖天王恨声地说道, 如此甚好。 这是传颂阵的令牌, 持此令牌, 自然会有弟子协助你传颂。 左执士说着, 伸手抛过去一枚玉剪。 赖天王接过, 告声词迈不离开。 张扬一离开司空岛, 立刻展开金黄羽翼, 奋力及持。 他离岛的时候, 虽然尽量做到隐秘, 却是难免触动护岛的禁止, 想要不被人发现是不可能的。 只是, 司空岛一向奉行的是自由原则, 对于离岛的修士从来不加阻拦, 因而, 那些修士们也只是将张扬的行踪上报而已。 等左执士得到消息的时候, 张扬已经远在千里之外了。 不过, 张扬心中依旧有种不安的感觉。 他可不相信, 精明如赖天王这些原鹰老怪能够这么轻易被甩掉。 如果他离岛的时候, 赖天王立刻追出来, 也许张扬会更加放心。 对于能够在中途, 登上北明巨见截杀自己的赖天王来说, 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并不难, 只需要让巡逻的司空岛弟子对自己稍加留难, 就能争取出这点时间。 可是, 事实是张扬飞顿出如此远距离, 却依旧不见追兵的踪影。 张扬的眉头皱了起来, 稍一沉思, 翻手拿出镇腰塔防品。 夜道有, 现在我已经离开司空岛, 那赖天王确实不见踪影, 可是, 我总觉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其中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跟原先预料的不同, 张扬只能找到夜晨这个老家伙。 毕竟, 这个老东西吃得眼比张扬吸得血都多, 一把年纪总不会活在狗身上, 多些见识总能提些意见吧? 夜晨眉头也是微微一皱。 出了司空岛, 对方还没有动静。 对方肯定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紧接着露出大惊的神色。 这么说来, 只有一种可能了。 据小老儿所知, 司空岛势力庞大, 在他们外围的一些岛礁上建立了大量定点传送阵。 如果有司空岛高层修饰给赖天王方便的话, 让其直接传送到我们前方的岛礁上拦截我们, 这可是不小的麻烦。 一定是这样。 张扬双眼一鸣。 对于司空岛跟赖天王的勾结, 他可是深知的。 赖天王能够轻松登上北冥巨舰,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至于巨舰上那个肇性修饰, 虽然跟那个蛤蟆凶赖性修饰有仇怨, 却只是小小金丹修饰而已, 在司空岛上的地位可想而知, 绝对不能因为他的关系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现在只有一点不太明白, 只是不知道是司空岛这个门派帮助赖天王, 还是司空岛中某个存在帮助他。 这两点之间的差异可大了去了。 如果是司空岛整个门派都出手的话, 张扬恐怕麻烦就大了。 而如果只是一两个人在帮助赖天王, 那么对方的动作自然不会太大, 自己顿走的把握也就更大。 不过,不论哪一种情况, 只要远离司空岛总是没错的。 紧张的压迫感之下, 张扬不敢有丝毫地保留, 全身法力涌动, 疯狂地向着金黄羽翼之中灌输。 每一次挥动羽翼, 都能够顿出数十公里之远, 短短时间, 已经顿出数千里, 近万里之遥。 这个距离放在地球上足以令人骄傲, 但是, 在浩渺的修真界, 却是毫不起眼。 司空岛虽然是个岛, 面积比起地球上的欧亚大陆来, 都不知道要大了多少倍, 辐射范围更是广达数十万公里, 要想一蹴而就地逃出, 几乎是不可能的。 咻! 天空中, 一道黄色流光闪过, 伴随着滚滚的阴气, 显得甚是诡异。 因为有阴泉之灵小黑和大量阴宁珠做后盾, 张扬在全力飞盾的时候, 都要靠这些来补充法力, 所以, 滚滚阴气也就不难解释了。 海面上, 一个星星一样的小岛礁上, 两名修士正在闲谈着, 突然被天空中的顿光所吸引。 斯, 速度如此之快, 这是什么人? 不会是左直视大人让我们监视的那头黑江吧? 一头黑江能有如此顿速? 但是, 看周围散意出来的阴气, 应该是错不了的。 我们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上报直视大人, 其他的事情就不是我们该操心的了。 两名修士立刻捏碎腰间, 一块预检传信。 与此同时, 摇在数万里之外的一个面积树里的小岛礁上, 一阵光芒闪烁, 一道身影缓缓浮现。 赖天王手托镇腰塔, 看着腰间一枚玉剪上传送来的信息, 脸上亚异之色难以演绎。 距离这里只有三千多里了。 顿速如此之快, 肯定是有什么飞行类的宝物, 是一剑半仙器也是说不定的。 赖天王目光流转, 渐渐露出喜色。 虽然他向司空岛左执事承诺过, 只要斩杀了这头黑浆之后, 只拿回那件镇腰塔防品, 其余个物都归于左执事。 但是, 如果这头黑浆手中真有一件半仙器的话, 事情定然会另当别论。 半仙器, 即使司空岛或者中南子府这样的大门派, 也足以心动了, 宁可撕破脸皮, 赖天王也是不会相让的。 赖天王并不担心张扬逃走, 北明海虽然广阔, 但是, 在这司空岛周围, 有无数遍布的岛礁。 司空岛布下了大量的传送点, 张扬顿速虽然快, 但是不论其向哪个方向逃走, 赖天王都能够凭借传送阵提前截杀。 手托宝塔, 身体凌空悬浮。 片刻时间, 就见远处一道黄色流光急速而来, 伴随着阵阵阴风, 速度之快, 远远超乎想象。 赖天王神识捕捉得清楚, 只见这道光芒正是那头黑浆, 背后一双金黄的羽翼不断煽动。 很明显, 这双羽翼正是对方能够达到数次顿速的屏障。 看到赖天王, 张扬羽翼轻轻挥舞, 一个个旋风在一下行程, 将他的身体托伏起来, 凌空悬浮不懂, 跟赖天王摇摇相对。 哈哈哈哈, 聂处, 你以为悄悄前出地级交流会就能够逃脱吗? 真是痴心妄想。 赖天王盯着张扬, 一阵哈哈大笑。 张扬双目一宁, 私生问道。 哼, 赖天王何必苦苦相逼? 难道真的非得拼个鱼死网破不成? 嘿嘿。 聂处, 莫不是以为上次凭借那颗利天雷从老夫手下逃脱, 就自以为拥有了跟老夫对话的资格吧? 真真是可笑无比。 想来, 我儿也是被你用这利天雷所伤吧。 赖天王阴冷的脸上, 黑声一笑。 在他看来, 拥有这妖塔防品的赖昌, 即使面对普通原因修饰, 也不会被轻易斩杀。 而这头黑江拥有利天雷, 如果骤然出手的话, 确实有被灭杀的可能。 到了这个地步, 张扬也不隐瞒什么, 冷声说道, 不错。 如果你说的是那个长得像癞蛤蟆一样的赖昌的话, 恐怕就是他了。 本尊只是跟其发生一句口角之争, 不曾想, 那癞蛤蟆竟然就跟随本尊, 想要将本尊灭杀。 如果不是本尊有些手段的话, 现在死的恐怕就是本尊了。 哼哼哼, 你终于肯承认了。 好, 既然你杀了我儿, 今天就准备留下吧。 本尊定然将你抽魂炼破, 让你永不得入轮回。 赖天王咬牙切齿, 目光犹如要放火一般盯着张扬。 张扬心中也是一阵冷亨, 他对于赖天王这种人, 一向最是讨厌, 现在文言只觉得怒气蓬勃。 看你那癞蛤蟆儿子骄横跋扈的做法, 就知道以前滥杀过多少无辜, 忘你身为人父, 平时不加以管教, 好像杀别人是应该的一般。 现在你儿被别人斩杀, 就极恨无比, 到处喊着报仇。 怎么不想想, 如果所有人都要报仇的话, 不知道你儿早就死了多少遍了。 聂处, 其他人性命, 安能跟我儿相比。 今天不论你说什么, 都难逃被抽魂炼破的命运。 赖天王显然被张扬的话激怒了, 手掌往上一拖, 镇腰塔立刻一阵光芒闪烁。 第226章, 五成机会。 呼! 镇腰塔随风而涨, 瞬间变为近百丈高, 比起现实中的高塔来, 也不遑多让的样子。 只见这座镇腰塔全身像是雕刻着 最最珍贵精美的宝石一边, 每一个边角都是金光闪烁, 整体流光溢彩, 七彩绚烂的光芒闪耀着。 但是, 这动人的美丽在张扬看来, 却是犹如最致命的杀鸡一般。 因为, 就在这宝塔被寄出的同时, 一片片混沌之气滚滚涌出, 向着张扬席卷而来。 一股危险的气息扑面而来, 让张扬感到心迹无比。 随手一挥, 一剑出阶法宝祭出, 一道流光直刺着这混沌而去。 羞! 一墨而入, 法宝犹如泥牛入大海一般, 瞬间失去联系。 而那些混沌之气, 却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的样子。 毫不犹豫, 心神一动之间, 又是一剑中阶法宝飞剑祭出, 匹炼一般向着混沌之气而去。 这次, 并没有一头扎进去, 而是堪堪到达混沌之气边缘的时候, 张扬手中法绝接连变换, 突然大喊一声, 爆! 一道赤亮的光芒耀眼而闪, 轰隆隆。 巨大的爆炸声中, 爆炸波向着周围席卷而去。 那混沌之气, 立刻像是潮水遭受狂暴的海风吹袭一般, 翻腾着, 卷起一阵阵巨浪。 但是, 其向着张扬的势头, 却是丝毫没有减弱, 反倒是更加狂暴。 张扬双眼瞬间瞪大。 拿法宝自暴伤敌, 威力比起立天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这成本也太高了一些, 普通修士是绝对不敢这么败家的。 张扬身家丰厚, 如果能够凭借此伤敌的话, 一切都是值得的。 可是, 自爆完一点效果都没有, 甚至可以说是使得敌人的攻击更加狂暴, 这就有些让人接受不了了。 没什么好说的, 再也丝毫不敢停留, 金黄雨衣一挥, 转身就逃。 那些混沌之气, 犹如开闸的洪水一般, 在后面紧追不舍。 张扬的速度, 每挥动一下金黄雨衣都能顿出数十里之远, 速度之快, 几乎猿鹰老怪也难有盛奇之人。 但是, 那混沌之气, 却像是认准了张扬一般, 在后面紧紧咬住, 速度比起张扬来竟然还要快出一分的样子。 原本张扬跟赖天王之间的距离大约是数千丈的样子, 竟然在被缓缓拉近。 张扬面色冷峻, 在逃跑的同时回头观望, 清零木展现, 目光进入那混沌之中, 却是什么都看不清。 在看周围海面上, 不时有一些低阶的水生妖兽被惊动, 或是感受到张扬和身后混沌之气恐怖的气息, 主动下潜, 或是受到刺激, 竟然疯狂地向着那混沌之气发动攻击。 混沌之气似乎目标极其明确的样子, 那些下潜顿走的妖兽并不会受到影响。 至于那些向着混沌之气发起反冲的妖兽, 不管实力多么强大, 都是一头扎进去就再也不见冒头了。 这个发现让张扬大吃一惊。 顿逃!顿逃! 这时候的张扬已经不敢坐他响了。 因为不知道司空岛跟赖天王之间的关系, 张扬也不敢选择司空岛的方向。 唯恐敌人在前方布好了天罗地网, 自己一头撞上去那可就苦逼了。 眼看着后面的混沌之气一点点逼近, 逼近的速度虽然不快, 但是,就是这一线之间, 如果时间长了, 自己也会慢慢被其席卷进去。 以那混沌之气的可怕, 张扬可实在不敢想象, 一旦被卷裹进去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 而如果没有什么改变的话, 眼看着情况是向着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了。 顿逃之中, 张扬伸手一抹, 将镇妖塔防品拿出。 叶道友, 本尊现在正遭到赖天王那个老混蛋的追杀, 他祭出了镇妖塔, 身后混沌之气像是长了眼睛一般锁定本尊, 逃都逃不掉。 张扬的语气中有些黄疾。 什么? 赖天王的镇妖塔可是半仙气的级别, 一旦被锁定, 情况恐怕不妙啊。 叶晨文言也开始着急, 一边说着, 透过镇妖塔防品往外观望, 立刻脸色大变。 混沌之气, 果然是隔离两界空间的混沌之气。 传言这镇妖塔内自成一方小天地, 果然如此。 叶晨脸色蜡黄。 据说, 在远古之前, 整个世界都是一片混沌, 不分天地, 更没有万物生灵。 后来大能之士盘古池神府开天辟地, 生生从混沌之中劈开一片天地, 也就是现在的大千世界, 成为了万物生灵, 已已生存的根本。 以后陆陆续续, 又有一些大能之士, 在混沌之气中, 开辟出自己小千世界。 而大千世界, 小千世界, 这些自成一方小天地的存在, 相互之间都是混沌之气包裹。 张扬不知道这镇妖塔为何如此神奇, 竟然能够这么灵活地操控混沌之气, 但是, 他却是知道, 自己一旦被席卷进去, 要么被挤压为鸡粉, 要么就是被困在镇妖塔的小天地之中, 绝对是不会有第三个下场的。 却见叶晨似乎想到了什么, 原先难看的脸色渐渐平缓。 叶道友可是有了办法脱困。 张扬见状立刻问道, 如果是在以前的话, 这镇妖塔还真是不好对付。 不过, 现在的话, 小老儿有一个办法, 倒倒是有几分脱困的把握。 叶晨沉吟一番。 哦! 事情急迫, 倒有请讲。 镇妖塔镇压敌人, 凭借的是空间之力发威。 要想破解, 只有以空间之力对空间之力。 一般来说, 要想掌握能够跟着镇妖塔相对抗的空间之力, 没有化神奇以上的修为是不用想的。 不过, 小老儿现在倒是有一个巧法, 或许可以一试。 叶晨说到这儿, 稍微一顿, 接着说道。 镇妖塔防品虽然不足以跟镇妖塔真品对抗, 但好歹也是顶阶法宝, 而且, 正好是空间类法宝。 如果将其靠近镇妖塔自爆开来, 说不得有几分机会能够破开这混沌之力。 张扬先是一喜, 紧接着想起什么般, 脸色又是一尘。 靠近镇妖塔。 现在这混沌之气如此狂暴, 镇妖塔不见面貌, 如何靠近? 而且, 听叶道友言中之意, 这个方法似乎也只是有几分机会而已。 是的。 小老儿所说这个方法, 只有三分成功的把握。 另外七分, 就要靠天意了。 至于接近镇妖塔的方法, 倒是非常容易, 只要倒有被这混沌之气卷裹进去, 如果能够扛过混沌之气的挤压的话, 就能够顺利进入这阵妖塔中。 叶晨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方法的艰难, 声音有些凝重。 张扬看了叶晨一眼, 进入镇妖塔, 被混沌之气卷裹, 这无疑不是九死一生的行为。 如果不是现在叶晨的命运跟张扬连为一体, 一点张扬被捕, 叶晨的下场也必将十分凄惨的话, 张扬甚至都要怀疑他的用心了。 如果在下能够顺利通过混沌之气的卷裹, 进入镇妖塔中的话, 不知道这成功的把握能够提高到几分? 张扬沉声问道, 凭借着近乎不死之躯的身体, 他自信在混沌之气中活命应该机会不小。 这样的话, 成功的机会能够提高到五分。 但是, 小老儿不得不提醒道友, 如果赖天王诚心要灭杀你的话, 全力调动混沌之力, 其挤压之下, 即使是原因修饰也难以活命。 即使你有金钟罩之类的强大法宝, 在这混沌之气中也是非常消耗法力的, 恐怕难以坚持到最后。 叶辰功声地提醒道, 张扬点点头。 心说, 本僵尸大爷虽然没有金钟罩之类的法宝, 却是有着比这一类法宝更加强悍的肉体。 而且, 僵尸大爷的肉体可是不用消耗多少法力的。 关键时刻有小黑和众多阴宁珠在, 坚持到最后问题应该不大。 只是, 即使进入到镇腰塔中, 成功的几率也只有五分, 这就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了。 只有五成成功的机会。 如果失败的话, 会有什么下场? 张扬谨慎地问道, 如果失败, 或者是随着崩塌的小千世界一起湮灭, 或者是小千世界受损, 却不足以崩塌, 那么, 小老儿和道友就会落到赖天王的手中, 只能任其宰割。 不过, 到时候那阵腰塔肯定会受损的, 再加上道友枪害赖昌, 以那赖天王的性格, 咱们绝对会凄惨无比,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被抽魂炼破是肯定的。 叶辰苦笑一声, 张扬立刻无语, 成功了逃的性命, 失败了最理想的状况是死, 不能接受。 绝对不能接受。 更何况, 即使成功了, 也只是从镇腰塔中逃出而已, 要想从崩塌的小千世界中逃出来而不受伤,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受伤之后, 还能不能应付暴怒的赖天王? 这又是一个未知数。 郁闷啊, 郁闷。 这个方法暂时不予考虑。 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能这么做了。 现在本尊准备往北明海深处走, 希望在这混沌之气, 追上本尊之前遇上一两头厉害妖兽, 说不定事情会出现转机。 张扬咬咬牙, 突然下定决心。 接下来, 本尊要全心飞盾, 夜道有委屈了。 张扬说着, 手掌一抹, 又将镇腰塔防品收起, 看看身后越来越近的混沌之气, 咬咬牙挥动羽翼, 全力开始飞盾。 第二百二十七章, 戒士。 身后, 赖天王也是郁闷无比。 以前他的镇腰塔, 只要一施展, 立刻就能将敌人收入其中。 即使上次跟一名半步化神的老怪动手, 也被赖天王突然出手, 给镇压了下来。 现在, 一头小小的黑江, 竟然从自己的镇腰塔下逃走了。 虽然对方并没有彻底逃走, 镇腰塔现在已经锁定了对方的气息。 赖天王最是了解不过, 只要被锁定气息的敌人, 镇腰塔就绝对不会放过的。 而且, 镇腰塔混沌之气的速度明显比那头黑将快了一线, 照这样下去, 只需要数日时间, 就能够将对方擒拿。 赖天王对张扬简直恨得牙根痒痒, 只想着擒拿住以后一定要好生折磨一番。 而看着前面飞顿的黄光, 又是一阵眼热。 能让一头黑江达到这种恐怖的速度, 而且连续飞顿这么长时间, 那黑江还没有任何法力枯竭的迹象, 这简直是起宝啊。 赖天王的镇腰塔现在能够比张扬的速度稍快一线, 并不是因为他本身的速度, 而是因为镇腰塔锁定目标之后, 就如复古之躯一般, 将双方的气息链接在了一起, 张扬的速度也带动了这镇腰塔的速度。 当然, 如果张扬不是这么飞顿的话, 镇腰塔只需要秒秒钟的时间, 就能将其覆盖擒拿。 飞顿的时间越长, 赖天王的双眼就越是通红, 拿下张扬的心思也就越重。 这时候, 他已经不单纯是为了爱子报仇的信思了, 哪怕是为了这件飞行法宝, 他也是不会放弃的。 如此逆天的金黄羽翼, 赖天王自信, 一旦自己拥有之后, 实力又将上一个台阶, 以后即使对抗化神修士, 要逃命也不是不可能的。 一路向北, 张扬心中想的, 是在极北冰山明灵谷所看到的那片雪浪。 张扬亲眼看到那片雪浪吞噬了十几名金丹修士。 不用问, 那绝对是一头强大的妖兽, 定然是那些修士无意间闯进那妖兽的领地, 才引得其发狂。 如果是平时的话, 对于那种级别的存在, 张扬是避之不及的。 但是, 现在张扬确实要主动地迎上去。 他相信, 以这妖塔如此大的声势, 一旦进入那头妖兽的领地, 一定会引起他的注意。 如果能够让那头妖兽认为自己的威严受到挑衅, 然后引得赖天王跟那妖兽争斗起来, 就是最理想不过了。 计划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但是, 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脱身的机会。 叶晨所给的那个建议, 成功率实在是太低, 不到最后关头, 张扬是不会尝试的。 只是, 这北明海实在是太大了。 张扬要想找到那雪浪所在的地方,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扬只知道, 那雪浪应该是在极北冰山的明灵谷附近, 其他就不清楚了。 可是, 张扬现在连自己的准确位置都不能确定, 更不好说什么明灵谷了。 手中一枚预简, 是张扬在司空岛上购买的北明海地图, 只是这份地图十分简单。 张扬不断探查, 不断看着周围的岛礁进行印证。 全速飞顿之下, 张扬的身体拖过一道长长的影子, 速度之快, 令人心悸。 身后, 那些混沌之气, 紧紧锁定张扬, 受张扬速度的带动, 比张扬本人还要稍快上一分的样子, 两者之间距离缓缓拉近。 越往北走, 妖兽的实力越强大, 数量也越多。 张扬在前,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息, 跟海面保持一定的距离飞顿过去, 水面下的妖兽们感应到之后, 立刻破水而出, 却只看到张扬远去的背影。 这时候, 赖天王的镇腰塔, 正好到了。 那些水生妖兽的智商普遍偏低, 被张扬那么一戏弄, 一个个狂暴无比, 混沌之气虽然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它们仍然是不顾一切地发动了攻击。 让张扬惊破胆子的是, 无论数量多么庞大的水生妖兽, 只要扑入那混沌之气中的, 竟然没有一个能够逃生, 就像是在海浪中扑起一个浪花一般, 一沉就消失不见了。 甚至出现了数头六七级的妖兽, 也是一闪即逝。 至于八级妖兽, 倒是没有看到。 妖兽到了八级, 一般来说, 智商已经不低于普通人类修饰, 面对没有把握的力量, 只要不是正要扰击他们的老巢, 他们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饶是如此, 这也让张扬回头拼命的心思, 更加打消了几分。 赖天王在后面的日子, 也不好过。 原本驾驭镇腰塔, 是不需要消耗太多法力的, 以他原因巅峰的强大修为, 法力周天循环, 完全能够做到吸收和消耗相补给。 可是, 不断有妖兽撞到混沌之气上来, 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法力消耗急剧增加。 幸好赖天王非常富有, 回气丹等各种丹药数量极多, 吞噬之后补给能量。 这时候, 赖天王也已经看出了张扬的用意, 而且, 这么一路嚣张地在极北之地顿过, 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可是, 想想自己孩儿的仇恨, 再看看前面那令人眼红的金黄羽翼, 赖天王立刻打消了退却的心思。 以他原因巅峰的修为, 再加上手中的镇腰塔, 即使招惹出什么强大的存在来, 要自保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一天, 两天, 三天, 前面已经出现了一片片的冰山。 张扬只有大致的印象, 知道明灵谷应该在东北方向, 于是沿着冰山的海岸线一路飞顿。 整个洁白的世界, 晶莹璀, 犹如最美丽的水晶一般。 但是, 张扬知道, 如果一个不慎的话, 这里就可能是自己的葬身之地了。 一直到第四天, 张扬看到前面几座熟悉的冰山, 心中立刻一喜。 从凡人的眼中看去, 所有的冰山都是冰雪覆盖, 绵延起伏, 根本就分辨不清。 可是, 张扬的神识何其强大, 只要看过的东西, 说是过目不忘, 毫无为过。 根据印象, 在两座山谷之间突然一个旋转, 黄色流光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向着雪山深处而去。 赖天王眉头一皱。 整整一天来, 张扬都是沿着冰山海岸线飞盾, 现在突然改变方向。 赖天王可不认为, 他是突然起义, 十有八九, 对方是有着什么阴谋的。 但是, 此时混沌之气距离张扬, 已经只有数百丈距离, 眼看着, 只要再努力一把就能追上。 赖天王自然没有放弃的道理。 混沌之气一个转弯, 也跟了上去。 来吧! 最好紧紧跟着。 本僵尸大爷, 会让你知道厉害的。 张扬心中暗暗发誓。 清灵墓全力开启, 地面数百里范围内的情况, 全都进入视野。 即使在如此速度飞顿之下, 看东西也非常清楚, 清灵墓之强大, 静置于私。 可是, 张扬心中也在暗暗着急。 他看得清清楚楚, 周围的景色跟上次他看到的一模一样。 但是, 除了那些金丹修士被灭杀的地方以外, 其他地方的积雪看不出任何的异状, 并没有妖兽离开的痕迹。 张扬只能按照记忆, 顺着雪浪来的方向逆流而上。 时间一点点过去, 张扬的心也越揪越紧。 他对于自己的速度, 简直是在了解不过, 金黄雨衣一挥, 就能顿出数十里,转眼之间是, 片刻时间, 数千里已过。 强大妖兽的领域领域虽然很大, 可是, 恐怕用不了多久, 也就顿过了。 后面, 赖天王的混沌之气, 距离自己, 只有数百丈之遥了。 如果再找不到那头妖兽的话, 恐怕自己, 就只能冒险一搏了。 就在张扬开始绝望的时候, 突然, 前方一声咆哮, 饱含着洪荒的气息, 让人心神为之振战。 张扬在面色一变的同时, 稍意犹豫, 不但没有退缩, 反倒迎着那咆哮声的方向冲了过去。 随后, 身后混沌之气立刻一收。 显然, 赖天王有了什么顾忌, 不敢再随意前进了。 张扬的速度也随之一致, 金黄雨衣轻轻挥动, 身体周围一阵阵旋风托服之下, 身体随时可以化作流光顿走, 眼神似笑非笑地看着赖天王, 然后, 伸出右手, 中指向上, 眼神中极尽蔑视。 这个动作在当代自然是极为常见的, 赖天王虽然不识地, 也知道这是对方的侮辱手势。 疯子! 你真是一头疯子! 赖天王咆哮着, 牙关紧咬。 可是, 始终下不定继续前进的信心。 远方, 那富有洪荒气息的咆哮声, 连他都感到一阵阵的心悸。 赖天王要报仇是不错, 贪心那金黄雨衣也不错, 可是如果这一切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话, 他就不会出手了。 修真路漫漫, 每走一步都是极为艰难的。 能够修炼到猿鹰巅峰的境界, 他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如果他继续上前, 挑衅那未知妖兽的话, 万一将对方激怒, 一战之下, 不要说陨落了。 哪怕身受重伤, 也是他难以接受的结果。 修真者的时间是极其宝贵的, 猿鹰修是一旦重伤, 往往花费上百年时间才能恢复, 甚至就此境界跌落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 除非万不得已, 赖天王是不愿意跟自己同阶的敌人相争斗的。 前面那头妖兽似乎也有相似的顾忌, 只是发出咆哮声作为警告, 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动攻击。 第228章, 冰山巨熊。 如果只是几名金丹修士, 甚至是普通猿鹰修士, 闯进自己领地的话, 那头妖兽肯定早就扑过来了。 但是, 赖天王手中镇妖塔混沌之气吞吐, 气息异常强大的样子。 隆隆隆。 仿若巨大的白色海浪一般, 前方的冰雪一阵卷积, 来回翻滚着, 发出令人心悸的声音。 换作凡人再次, 光是这种声音和气势, 就足以胆烈而死了。 啊? 又是一声咆哮, 一头浑身雪白的巨熊 从雪浪之中缓缓升起, 魁梧的身形足足有上百米高, 犀利的眼神盯着赖天王和张扬, 挥舞着锋利的爪子, 发出了警告。 冰山巨熊? 竟然是冰山巨熊? 勿纳僵尸, 这可是冰山巨熊, 你赶紧退过来, 只要你束手就擒, 本尊可以承诺, 放你的生魂兵解, 给你入轮回的机会。 赖天王脸色一变, 向着张扬吼道。 面对着咆哮的冰熊, 张扬同样感到害怕, 但是, 这赖天王竟然开口就是 给自己冰解的机会, 而且还是一副恩赐的模样, 他当然不会就犯了。 嘿嘿, 赖天王, 你现在立刻收起那阵妖塔, 离开这里, 否则的话, 本尊就向这头大笨熊发动攻击。 请天王大人猜一猜, 如果这头笨熊被激怒的话, 是光攻击本尊呢? 还是会连天王大人一块错误攻击呢? 张扬黑声一笑, 他知道自己这是在钢丝上跳舞, 一个不小心的话, 就可能遭到冰山巨熊和赖天王的两相夹击, 但是, 他没有选择。 叶晨所提出的办法只有五成成功的几率, 这是更加不能接收的。 还有一点, 就是因为张扬身心, 自己这头小小的黑江, 在冰山巨熊眼中就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对方是绝对不会将自己当作目标的。 一旦发生冲突的话, 不管赖天王愿不愿意, 雪山兵熊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向其发动攻击。 到时候, 张扬的机会就来了。 当然, 如果能不发生冲突就让赖天王之难而退的话, 自然是更好的。 张扬相信自己的潜力, 只要逃过这一劫, 以后赖天王再想抓自己, 可就难如登天了。 而且, 等自己实力强大了, 晋级茅江之后, 一定第一时间回头找着赖天王的麻烦。 心中这么想着, 脸上一副淡定的表情, 继续向着赖天王施压。 天王大人, 您老人家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这冰山巨熊的脾气可是一向已暴躁出名的, 我们在这徘徊不去, 说不定他很快就要发动攻击了。 你可得赶紧做决定。 张扬虽然开口闭口天王大人, 可是语气中熟无一丝敬意, 那讽刺的语气, 就是赖天王也听得清清楚楚。 赖天王脸上阴晴不定, 显然在做着极难的决定。 可是, 这时候冰山巨熊的忍耐显然已经到了极点, 那个可恶的人类修士无缘无故闯入自己的领地, 自己明明发出警告了, 其竟然还不退去, 这简直就是不把本熊放在眼里呀。 特意著名, 在冰山巨熊的眼中, 只有那个可恶的人类修士, 至于那头黑江, 只是一头黑江而已, 随手就捏杀的存在, 又有什么好顾虑的? 吼! 一声咆哮, 冰山巨熊出手了, 肥胖的熊掌向着身前的雪浪一拍。 轰轰! 阵阵巨响中, 巨浪立刻卷起, 咆哮着向着赖天王冲去。 张阳却是首当其冲, 顾不得多想, 金黄雨衣一挥, 整个人飞顿而起, 化作一道黄芒直刺天空。 如此神速, 冰山巨熊也略带亚裔的眼光看了一眼。 只是, 他并没有放太多的精力在此, 眼前那个可恶的人类修士, 才是他的主要目标。 赖天王脸色一变, 他知道, 自己这时候再想逃走, 也来不及了。 两大强者一旦开始交手, 就只有权力以赴, 在击败对手之前想要顿走的话, 那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最起码, 也要消耗敌人的实力, 等对方法力消耗严重的时候, 再突然顿出, 撤出战斗, 那才有机会。 当然, 张阳这样顿速其快的变态是例外的。 来不及多想, 原本就处于启动状态的镇妖塔, 再次祭出, 漫天混沌之气。 立刻向着那雪浪席卷而去。 滚滚近似土灰色的混沌之气, 跟漫天的雪浪交织在一起, 两大洪流对撞, 竟然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 整个场面诡异之极。 雪浪虽然厉害, 但是, 混沌之力却更胜一筹。 这可是跟小千世界的空间之力相挂钩的存在。 那些雪浪就像突然进入另一个空间一般, 全都涌入混沌之气中, 消失不见了。 后, 冰山巨熊更加愤怒, 巨声咆哮着, 两只巨大的手掌来回挥动。 砰砰砰。 不光是深浅, 就连周围, 所有的空气中, 都有一阵阵雪花飘飞。 肉眼可见的, 空气中一片片雪花凝成, 不是向着地面飘落, 而是像一道道利剑一般, 犹如最锋利犀利的暗器, 向着那滚滚的混沌之气而去。 还有周围的雪山, 仿佛都活过来一般, 疯狂涌动着, 像是流动的沙丘, 向着混沌之气压去。 冰山巨熊, 能够控制冰雪之力, 冰山之力, 对冰雪元素的控制, 甚至比起金黄羽翼, 对风元素的控制, 也差不到哪儿去。 赖天王虽然依旧努力调动混沌之气, 吞噬这些冰雪, 却明显有些吃力的样子。 张扬人在半空, 悬浮着观赏着下面的战况。 周围方圆数千里之内, 所有的冰雪元素, 全都被调动起来, 这是怎样的壮观? 所有的冰山, 都在缓缓移动着, 原本晴朗的天空, 干燥的空气, 现在却是巨大的雪片飘飞着。 而雪片并不是向着地上飘飞, 却是以那混沌之气为中心, 犹如飞蛾扑火一般, 向着混沌之气中飘飞。 魏惟壮观。 张扬能够想到的, 似乎只有这个词了。 冰山巨熊主场作战, 将自己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 而赖天王, 竟然将这些攻击, 全都接了下来。 但见漫天冰雪中间, 一团黄蒙蒙的混沌之气, 丝毫不见削弱, 翻腾卷滚着, 仿若一个漩涡一般, 又像是一个无底洞, 任凭再多的冰雪, 也不能将其填满。 哼, 灭处。 竟然胆敢向本尊出手, 本尊就让你尝尝被镇压的滋味。 在这凶险的情境下, 赖天王竟然还是游刃有余的样子, 要发动反攻了。 空中的张扬在连连咋舌的同时, 却并不是太看好它。 因为, 在张扬的那个高度上, 再加上清灵目的强大, 才能够清楚地看到, 远处一头同样高大的冰山巨熊, 正在迈着巨大的布子急速而来。 冰山巨熊赶路, 看似布子迈得缓缓的, 但是, 他的脚下, 却是卷裹着一个巨大的雪浪, 每迈出一步要落脚的时候, 脚下都有巨大的雪浪托福, 速度着实不慢。 张扬有预感, 等这头冰山巨熊赶到的时候, 赖天王恐怕就有麻烦了。 张扬心思一动之间, 金黄羽翼轻轻一挥, 整个人向着更高的天空中浮去, 同时, 一翻手, 拿出流银纱, 眨眼之间, 身形就消失不见了。 因为要靠着金黄羽翼悬浮空中, 难免调动法力, 张扬这么做是做不到绝对的隐匿形迹的。 但是, 漫天雪花飞舞, 到处都是激荡的法力波动, 只要战斗不结束, 双方不调动神识全力探查, 应该就发现不了张扬。 张扬现在不顿走, 一是因为这两大强者好不容易交上手, 万一自己全速顿走, 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 给他们双方停战的机会, 那可就糟糕之极了。 毕竟, 张扬要想顿走的话, 法力波动的声势可是不小。 而且, 双方本来是互相忌惮的, 稍微有个油透, 就可能停战。 两外来说, 既然双方已经打起来了, 张扬也就有点舍不得走了。 冰山巨熊的一副血肉也就算了, 赖天王的那座宝塔可着实让人心动。 如果能够趁着双方两败俱伤将着他们斩杀, 再来个渔翁得利的话, 那简直最美不过了。 突然, 张扬觉得自己这个黑江的身份还真是好使。 扮猪吃老虎, 渔翁得利, 最美不过。 地面上, 虽然突然感觉到张扬的气息似乎消失了, 赖天王也并没有太多的担心, 他甚至有些巴布的张扬赶紧顿走呢。 他知道, 自己跟冰山巨熊打斗的场面极大, 冰山巨熊几乎控制了方圆数千里范围内的冰雪之力, 那头黑江要想在这里顿走, 必然会惊动这头巨熊, 成为这头巨熊的攻击目标, 那样的话, 说不得自己就有机会趁机脱身了。 更大的可能, 是那头僵尸使用了什么隐匿行计的法宝或者法术。 这类法术都是有弱点的, 只要等结束战斗后用心探查, 就能够找到。 现在, 最主要的就是消灭冰山巨熊。 这么想着, 赖天王开始反击了。 手中捏个法绝, 混沌之力在旋转吞噬冰雪攻击的同时, 立刻分出一大鼓来, 像是一个巨大的手掌一般, 向着冰山巨熊抓了过去。 张扬见状心中意紧, 这类天王对混沌之力的控制, 竟然精巧若私。 对方的实力之强大, 完全在原先预料之上。 张扬有些庆幸了, 幸亏自己一直没有选择跟这类天王正面交手。 否则的话, 对方一心灭杀自己之下, 成功破坏其镇妖塔的机会还真是不多。 第229章, 爆掉镇妖塔。 在赖天王的御史之下, 那混沌之气化作一个巨大的手掌, 向着冰山巨熊抓了过去。 这手掌之大, 百米高的冰山巨熊在其面前也仿若玩物一般。 吼! 冰山巨熊咆哮一声, 不甘示弱地往前一扑, 整个身体都融入了前面的雪浪之中。 呼! 雪浪立刻一阵翻腾, 一团巨大的雪球从雪浪中一涌而出, 再从雪浪中出来的瞬间, 就是一阵变幻, 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熊头。 啊? 那熊头咆哮一声, 迎着混沌之气的手掌冲去。 砰! 混沌之气和雪浪相交以来, 第一次发出了一声巨响。 随着这声响声, 那混沌之气全部溃散开来。 同样的, 巨大熊头也瞬间溃散, 化为无数的雪花和冰渣, 漫天飞舞。 下一刻, 咚咚咚几声沉重的脚步声, 却是那头冰山巨熊 从雪浪中分离而出, 笨重的身体向后退去, 使劲摇晃着脑袋, 明显受了一定损伤的样子。 赖天王的脸色也是稍微一白, 但是, 身形不晃不动, 比起冰山巨熊来要好得多。 哼! 果然, 不愧是冰山巨熊, 竟然能硬抗老夫阵腰塔一击。 但是, 接下来这一击, 看你怎么来应付。 乾坤道悬, 赖天王一声爆喝, 笼笼笼。 漫天黄蒙蒙的混沌之气激荡, 整个天地都为之变色, 仿佛翻转过来一般, 不分天地, 不分东西。 冰山巨熊, 这下感受到了切实的危机, 一双眼睛变得通红, 全身狂暴的气息奔涌着, 仰头一声长啸, 锯口张开。 啊? 一声长啸中, 冰亮的光芒一闪, 树道巨大的冰锥穿透虚空, 向着赖天王极刺而去。 轰轰轰, 几声暴响, 混沌之气虽然厉害, 但是, 这冰锥却像是能刺穿虚空一般, 泛起一阵云涌, 使得那土黄色也稀薄了几分。 赖天王脸色一阵仗红, 瞬间又变得煞白, 手中连捏几个法绝, 这才强行将混沌之气压制下去。 乾坤倒旋, 又是一声爆喝。 龙龙龙。 这次, 整个天地彻底旋转。 张扬从高空中看去, 只见那头巨大的冰山巨熊, 像是一个玩具一般, 在暴风眼中心来回旋转着, 眼看着就消失在了混沌之中。 就在这头冰山巨熊消失的瞬间, 整个天地的冰雪之力瞬间变得平稳。 啪啪啪啪。 一阵阵冰雪落地的声音, 风暴停息, 冰雪落地, 一些移动在半空中的冰山也都落到了地面之上, 震动的地面一阵阵颤抖。 赖天王脸上刚刚要露出笑容, 突然, 那阵妖塔一阵剧烈的摇晃, 光芒一阵闪烁。 赖天王脸色一阵紧张, 赶紧几个法爵打出, 阵妖塔立刻安静下来。 就在奇要舒一口气的时候, 只听一阵轰隆隆的声音, 有远极近。 远远的, 可以看到又一道雪浪滚滚而来, 雪浪肩上, 另一头冰山巨熊愤怒咆哮着, 大踏着步子。 赖天王脸色一变, 这次他是真的有些不淡定了。 刚才的战斗看似轻松, 其实赖天王已经尽了全力, 甚至还因此受了些内伤。 更加重要的是, 阵妖塔刚刚收服了一头冰山巨熊, 那家伙被阵压在小千世界之中, 要想灭杀的话, 得调动整个阵妖塔的力量, 花费大量时间。 现在有一头冰山巨熊出现, 阵妖塔除了用于阵压塔中的冰山巨熊以外, 能够发挥出三成威力就不错了, 想要凭借这等威力对敌, 很难取胜。 眼珠一转, 赖天王突然伸手一指, 一柄飞剑祭出, 化作一道流光向着天空中击刺而去。 叮! 一声翠响, 火花闪耀, 张扬面前一只小盾飞速旋转, 从空中献出身来。 哼! 区区雕虫小技, 还想在老夫面前卖弄。 赖天王冷哼一声, 手中法掘一捏, 飞剑再次向着张扬斩去。 与此同时, 心神一动之间, 混沌之气在其浴室之下向着空中一卷而去。 同时, 赖天王心中也打定了主意, 不管是否成功, 这一击之后一定要赶紧顿走。 否则的话, 等另一头冰山巨熊赶过来, 一旦陷入打斗之中, 自己连陨落的可能都有。 冰山巨熊的厉害, 他可是刚刚见识过的。 这时候, 第二头冰山巨熊相距大约百里的样子, 这个距离, 对于此等凶手来说, 是转眼极道。 但是, 如果让赖天王这一击的手的话, 他又完全有时间顿走。 张扬玉使面前小盾挡住飞剑, 背后金黄羽翼刚要挥动, 看着混沌之气所散发出, 比原先弱得多的气息, 突然狠一下决心, 势头一收, 已经被混沌之力卷了进去。 赖天王脸上喜色一闪, 袖袍一挥, 将这腰塔收入囊中, 看着越来越近的冰山巨熊, 不敢再做耽搁, 全身法力涌动, 抛出一柄飞剑踏在脚下, 转身飞盾而去。 原因修士, 凭借肉体飞盾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但是, 赖天王脚下的这柄飞剑流光溢彩, 风属性法则流转, 明显是以飞行舰掌的法宝, 驾驭之下, 果然速度大增。 啊? 远处, 那头冰山巨熊, 剑撞愤怒地咆哮着, 漫天的冰雪立刻有狂暴而起, 一下将赖天王包裹起来。 不过, 在如此远的距离上, 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原因巅峰修士来说, 几乎造不成任何麻烦。 赖天王不敢耽误时间, 直接无视这种攻击, 加速飞盾而去。 龙龙龙, 张扬进入混沌之气的瞬间, 疯狂地重力从周围挤压而来。 据说, 这混沌之气最强大的一点, 就是它的重量。 盘古开天辟地以前, 天和地都是荣于混沌之中的, 由此可以想象, 它的重量有多大。 张扬的肉体力量变态无比, 可是, 在这混沌之中也仿若寸步难行一般。 周围疯狂地重力挤压, 张扬身体筋肉力量爆发, 全力应对着。 片刻之后, 张扬就放心了。 他可以感受得清楚, 自己的力量和肉体强度, 应付这种挤压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可是, 如果换作同阶人类修饰的话, 恐怕就要化为鸡粉了。 这还是因为张扬抓的时机好, 他看得清楚, 这混沌之力自从收服了那头冰山巨熊之后, 气息就开始变弱, 因而, 他才敢孤注一掷。 在这混沌之中, 神识不能外放, 即使以张扬的清灵木, 也是什么都看不见。 对周围环境的未知, 最容易让人恐慌。 好在, 张扬在这混沌之中并不是静止不动的, 一股巨大的挤压之力, 仿佛挤压高一般, 将他的身体向着一个方向挤压过去。 心中一动, 似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张扬并没有抗拒这股力。 片刻时间, 只觉得周围一松, 眼前一亮, 一道电光闪烁的裂缝出现在面前。 万腰塔小千世界的入口, 这里绝对是万腰塔小千世界的入口。 张扬瞬间断定, 抓紧时间, 伸手一抹, 已经将万腰塔防品拿出, 同时一翻手, 手中已经多了一面黑色的小帆, 正是万腰帆。 张扬现在是万腰塔防品的主人, 只是神识一动, 原因夜晨已经从里面被放了出来。 咦? 我出来了? 道友肯放小老儿出来了? 夜晨仙是一喜, 紧接着看清周围的情况, 嗯? 这是什么地方? 这么奇怪, 难道是? 不错! 张扬立刻打断他, 情势紧迫, 不容多解释。 待会儿可能要出现大的变故, 夜道友原因之体, 想来经受不起, 不如到这万腰帆中暂歇。 有氧魂木做干, 我这万腰帆里面的居住环境还算不错。 张扬说完, 不等夜晨有什么回答, 小帆一招, 将其吸纳进去, 翻手放进那物界中。 这一耽搁的时间, 周围的挤压之力已经将他送到了拿到裂缝旁边。 张扬面上露出凝重的神色, 不再有什么犹豫, 手掌一张, 掌心的万腰塔防品立刻向着那道裂缝而去。 刚刚到裂缝进前, 张扬手中法掘一动, 口中大喝一声。 爆! 轰! 龙龙龙! 咔嚓! 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响声, 一声接一声, 连绵不断。 肉眼可见的, 先是一道赤裂的光芒闪过, 紧接着, 那道电光闪烁的裂缝一阵扭曲, 周围的空间轰然崩塌, 周围原本稀薄的混沌之气, 反倒浓郁了起来。 张扬立刻陷入了恐慌之中。 因为, 在这混沌之中, 根本就不变方向, 不分东西, 即使他有力气, 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一旦前面那道裂缝崩塌掉, 恐怕张扬永远要现身这混沌之气中, 即使能撑得一时, 恐怕用不了多久, 也会陨落而亡。 面对这种力量, 张扬毫无反抗的能力, 只能顺其自然。 这种无力的感觉, 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慌。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就听前面又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哄! 随着这声爆炸, 所有混沌之气都被冲开一般, 一道巨大的裂缝突然排开。 张扬这时候顾不得什么, 立刻转身, 顺着这道裂缝朝着来时的方向急冲而回。 眼前一亮, 张扬已经回到了修真世界中。 看时, 周围是狂暴的爆炸之力, 那些混沌之力翻卷着, 正在逐渐消失。 赖天王浑身衣衫早就化作几分, 几乎是赤裸着身体, 一条胳膊连带着胸口部位全都消失不见了, 其他裸露的皮肤, 都是布满了裂开的伤口, 满身血迹, 脸色蜡黄, 凄惨无比的样子。 第二百三十章, 收服叶晨。 显然, 赖天王刚才携带着镇妖塔顿走, 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个内部自成一方小天帝的半仙气级存在, 竟然会突然爆炸。 等他感觉到镇妖塔异常的时候, 措手不及之下, 堪堪来得及运转法力, 就被爆炸波掀翻。 可怜一代强者, 竟然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好机会! 张扬心中一喜, 几乎在同时, 就已经出手了。 银月刀寄出, 一道亮光闪过, 向着赖天王斩去。 后者此时肉体被摧毁小半, 全身法力不宁,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一刀斩中。 扑! 血光一闪, 一颗人头滚落。 咻! 就在赖天王被斩杀的同时, 一道白光从其肉身上一闪而出, 却是一个数寸长的小原因, 就要顿走。 张扬毫不犹豫, 大切割树施展开来, 瞬间将其灭杀。 同时, 一挥袖袍, 将这具尸体收进囊中。 然后, 伸手一招, 不远处那残破的镇腰塔, 已经到了手中。 作为半仙器级别的存在, 即使受到防品的内部璀璨, 也没有全部被摧毁, 而只是掀开了一个口子。 原本流光一彩的宝物, 现在光芒暗淡, 神采不显的样子。 不及多想什么, 张扬神识一动, 背后金黄雨衣爆棚而出, 用力一挥, 化作一道顿光远远离开。 一天之后, 在一座冰雕玉器般绚丽的冰山上, 一道黄色光芒一阵盘旋, 片刻之后, 一头向着一座冰山头扎了下去。 咚! 张扬双脚重重落在地面之上, 抬眼看看周围。 这里的环境还算不错, 最起码他在周围数千里之内盘旋过, 并没有强大的妖兽。 袖袍一挥, 将铁葵放了出来。 在这里开辟出一个洞府。 是, 主人! 随着张扬的命令, 铁葵伸手拿出两柄利斧, 这令原鹰老怪都会感到胆寒的利斧, 现在却是被用来开凿山洞。 不知道冰冻了多少年的冰雪, 在这立府之下, 比豆腐还要软。 趁着这个时间, 张扬手指连弹, 一道道黄色光芒闪过, 一面面将黄色的小旗在地面上一抹而入。 小半个时辰之后, 当法阵布置好的时候, 一座巨大的洞府也早就已经开辟好。 吩咐铁葵在洞口外警戒, 张扬迈步走进山洞, 盘膝坐在冰床上。 有阵法护持, 有铁葵这个原因级的通灵傀儡, 忠心耿耿地护持, 张扬对自己的安全极为放心。 即使过来一头冰山巨熊, 这两重防护也能起到不小的作用。 伸手一翻, 手中已经多了一面黑色小翻。 神石一动之间, 流光一闪, 一个数寸高的原鹰出现在面前。 呼,太好了! 老夫也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啊! 哈哈哈哈! 叶晨深呼一口气, 看看周围的环境, 激动得几乎都要哭出来。 很快, 看到旁边的张扬, 又是尴尬的一笑, 张道友见谅, 老夫实在是太激动了。 张扬微微一笑, 表示理解。 换作自己被在万腰塔中镇压数十年, 日日受折磨, 乍衣出来之后, 恐怕连这个老头都不如。 道友能在此, 相信那赖天王的镇压塔一定被破掉了吧? 叶晨问道。 是的! 不但镇压塔, 就连赖天王本人也已经被本尊斩杀。 张扬有意立威,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随手一挥, 那残破的镇压塔和赖天王的尸体已经双双出现在面前。 叶晨只是稍微神识探查, 就确定了这两物不会有假, 当下倒抽一口冷气。 道友以黑浆的实力, 不但能够从镇压塔下逃生, 竟然连赖天王都给斩杀了。 这要是传出去, 光是这一件事情, 就足够道友明动修真戒了。 叶晨说完, 再回想一下张扬从司空岛周围, 一连飞顿到这几北冰山, 都没有被赖天王追上, 如此顿速, 也是足以笑傲同皆了。 不瞒叶道友说, 本尊不光灭杀了这赖天王, 以前还灭杀过数名原鹰老怪, 像天狱宗的无牙老道, 蒲王宗雄老怪, 盘摩寨废老怪, 甚至还有广深府与梁城的梁家老祖, 这些人, 都是本尊斩杀的。 嘶, 张扬一番话, 叶晨立刻倒抽一口冷气, 但是, 紧接着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中却是明显闪烁着不相信的眼光。 怎么, 道友不相信? 张扬直接问道, 呵呵, 不是小老儿不相信, 只是, 这些事情, 太过令人难以置信了。 呵呵, 叶晨尴尬的一笑, 道友可以不信, 但是, 广深府与梁城梁家, 包括梁家老祖, 和十几名金丹修士在内, 被本尊片刻时间斩杀, 这却是许多人都看到了的。 以后道友只要稍微打听, 就会知道, 这是事实。 张扬本来是不屑于展示自己的丰功伟绩的, 但是, 为了他接下来的计划, 却不得不如此。 说了这句话, 叶晨脸上才露出了几分相信的神色。 毕竟, 广深府与梁城虽然不禁, 但是各种传送阵方便, 只要回到大陆之后, 找座人族大成就能传送过去。 张扬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撒谎的话, 是很容易被戳穿的。 本尊说了这么多, 只想告诉你一个道理。 本尊虽然只是黑江, 但是, 本尊的实力, 比起普通猿鹰修士来, 要强大得多。 本尊在黑江时, 就能越阶灭杀敌人, 等本尊晋级之后, 实力定会更加强大, 届时, 横扫猿鹰, 挑战化神也不是不可能的。 张扬思雅的声音继续说道, 现在你的生命掌握在本尊的手中, 你是本尊从真妖塔防品中就出来的, 但是, 本尊不能就这么放了你。 你知道了本尊这么多秘密, 如果你出去乱说的话, 本尊恐怕就要成为修真界各大门派的公敌了。 届时, 即使本尊手段通天, 也只有陨落而亡了。 叶晨眼一瞪, 一副冤枉之极的表情。 这些并不是小老儿要听的, 是道友主动说出来。 而且, 无凭无据的, 小老儿并不相信, 更加不会信口乱说。 叶晨赶紧表明态度。 张扬轻轻一笑。 不管道友是不是真心要听, 反正你已经知道了这些秘密。 至于, 你能不能守口如瓶, 本尊可不敢随意相信你。 怎么? 难道道友想杀人灭口不成? 叶晨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呵呵, 杀人灭口。 也未尝不可。 道友的性命, 本就是本尊救下的, 如果不是本尊, 你还要天天受那无形之力练体的痛苦。 看在咱们合作一场的份上, 本尊给你个痛快, 让你有兵解入轮回的机会, 已经算是非常够意思了。 张扬的声音悠悠, 脸上表情不动。 呵呵, 诚如道友所说, 能痛痛快快地死去, 再有兵解入轮回的机会, 对于小老儿来说, 确实已经是非常大的恩情了。 叶晨惨笑一声, 看看时机差不多, 张扬语气一转。 言尽于此, 本尊是不可能这么放你离开的。 不过, 也不一定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你愿意效忠于本尊的话, 本尊不但可以留你一条活路, 更可以承诺为你集齐材料, 炼制一副不弱于你原先实力的躯体。 张扬说到这一顿, 语气坚定, 毫无商量余地地说道。 效忠, 或者陨落。 你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叶晨脸色一阵流转, 显然内心十分挣扎的样子。 甚至数度神识探查, 观测周围的环境, 当发现洞口的铁葵, 和周围的禁止时, 彻底失去了信心。 终于, 叶晨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道。 小老儿这条命, 本就是道友所救, 以后就卖与道友吧。 一抹笑意, 浮上张扬的脸庞。 好, 以后你就会知道, 你今天的选择, 做的是多么的正确。 现在放开神识吧, 让本尊重下禁止, 否则, 本尊是不能放心的。 已经做出决定, 叶晨就没有了什么抵触的情绪, 答应一声, 立刻放开神识。 一般低阶修士, 在高阶修士的神识灵魂上下禁止, 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一个不慎, 就可能会遭到反噬。 张扬却没有这个顾忌。 他的神识, 远远比同阶人类修士, 要强大得多, 再加上有太阴炼行, 在石海深处镇压, 根本就不用, 有任何顾虑。 但是, 叶晨显然不知道这一点。 因而, 在张扬神时侵入其灵魂的时候, 心中又是一阵挣扎。 在他看来,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只要自己骤然反击, 立刻就能反噬张扬的灵魂, 趁机对其进行控制也是说不定的。 很快, 叶晨就放弃了这个不理智的做法。 聪明若思, 既然张扬敢于这么做, 既然是有着一定自保的手段的。 这一犹豫的时间, 张扬的灵魂之术已经刻露在了叶晨的灵魂之上, 再想反抗, 也没有了机会。 张扬使用的灵魂控制之术, 乃是源自太阴炼行, 傀儡篇, 端得奇妙无比。 虽然是越级控制, 但是, 只要对方没有灵魂反噬的能力, 那么, 张扬一个念头, 就能让其灵魂湮灭掉。 主人, 完成灵魂控制之后, 叶晨对张扬的态度明显, 功敬了许多。 嗯, 本尊会尽快为你炼制一副躯体, 但是, 在此之前, 你可以待在万腰帆中。 有氧魂目在, 你的原因不会气息亏损。 张扬点点头, 吩咐道, 是, 主人。 对于张扬的安排, 叶晨丝毫意见都没有。 只是, 他心中还有些奇怪, 难道主人一头黑僵, 竟然也懂得炼制躯体的方法。 主人有血应食髓这点自己知道, 但是具体动手的时候,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